現在開始複習的是酸鹼鹽 鹽就是所謂的電解質 我們這邊有幾個重點 要了解什麼叫電解質 要知道解釐說 我們會介紹常見的酸 常見的鹽 常見的鹽 這些性質要配下來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PH值 我這裡寫要會計算 但實際上現在考真的在算PH值的題目 已經很少見了 但是觀念還是要有 然後再來就是直接的顏色要配好 要知道什麼叫做酸鹼剛好中和 然後因為它中和條件會去算 多少的酸會跟多少鹼中和 然後最後一個重要的實驗 就一定那個實驗 怎麼做的 一些注意事項等等之類的 第一個我們就要檢視什麼叫做電解質 電解質 就是融與水 可以導電的化合物 我國二教學是那時候 我說三字經化合物 融與水 水容易 可導電 這個東西叫做所謂的電解質 發含了酸鹼 可是在國中的階段 我們的鹽類 尤其是不容於水的 那就不會是電解質 你就不要管它了 高中會告訴你說大家都會融 是融得多更融得少 你就不要理它們 這我們國就告訴你說 酸鹼鹽都叫做電解質 電解質 OK 好 融與水 可導電的化合物 三字經 化合物 融與水 水容易 可導電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不是化合物 你就不會是電解質 紅K導電 鐵K導電 它都不是化合物 它就不會是電解質 第二個叫做不容於水的 也不會是電解質 以前有交濾化銀 現在不太講 但是鐵化千有學過 這個 就不是電解質 什麼鹼土族的碳酸鹽 跟油酸鹽 會成電的 都不叫做電解質 再來就是化合物 融與水 但是水容易 不導電的 不是電解質 這有兩個你要備好 課本上 要我們做實驗的材料 老師會喜歡考這兩個玩意兒 就是 蔗糖跟酒精 就是糖類 葡萄糖 什麼的都一樣 酒精的學名叫乙醇 所有的醇類都一樣 所有的醇 什麼甲醇 乙醇 丙醇 丁醇 都一樣 融與水 但在水中不會解離 所以它不是電解質 這兩個要給我備好 蔗糖跟酒精 它是電解質 那另外一個 就中間叫做液態 怎麼樣 液態不一定 有的電解質 液態會導電 比如說 氯化鈉 可是有些電解質 液態不導電 比如說液態氨不導電 所以 那不一定 所以 不是看液態 是要看水容易 判斷一個東西 是不是電解質 要看它的水容易 化合物 融與水 水容易 可導電 這樣東西叫做電解質 電解質 那麼為什麼電解質 在水中會導電 那就是這位大哥提出了解離說 這是我們的重點 解離說 就是電解質 丟到水中之後 會分解成離子 離子就是帶電的那個原子 變成會帶電的離子 叫做所謂的離子 這個過程叫做解離分解成離子 帶電可以帶正電或負電 帶正電的稱為正離子 或者稱為陽離子 帶負電的就稱為負離子 或者是陰離子 現在國中 有建議各位的國文程度 越來越爛 所以現在通常都不講陰陽 只講正負 正離子跟負離子 所以電源在水中 會分解成帶電離子 然後咧 然後就是 如果你現在沒有通電 帶電離子到處自己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沒有一定的方向 但是一旦給它通電之後 正離子就會跑到負極 負離子就會跑到正極 用我上課的教書用的講法 正極叫做正電流出 電池的正極是正電流出 電池的負極是負電流出 所以接正極的就好多的正 接負極的就好多的負 然後同性變相次 異性變相新 所以正極就會吸引負離子 負極就會吸引正離子 所以正離子會去負極 負離子會去正極 它就一定的方向 一定的方向 所以電解值是靠什麼導電的 電解值是靠離子的移動在導電的 然後 然後 跑過去之後 我是正離子 我少電子 負極有好多的電子 我又過去得電子 我是負離子 我多電子 正極那邊少電子 我多電子 我丟給它 所以 當電解值導電 它跑到 那個極板的時候 它就會得失電子 然後發生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說電解值導電一定會發生化學變化 就是我們在 國三的時候 學過的電解 通電去分解 所以電解導電一定會發生化學變化 好 就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那麼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 我們的電解值 丟到水中會解離 分解成帶正電跟帶負電的粒子 各別的正離子跟負離子的電量不一定一樣 總共有多少個正離子 多少個負離子的數目也不一定一樣 但是 有一個一定一樣 叫做 總電量相同 如果有五個正就會有五個負 如果有100個負就會有100個正 所以 總合起來叫電中性 你遠遠的看 就是沒帶電 因為正部都抵消了 跑進去看 有人帶正電 有人帶負電 但是總電量一定會相同 所以要維持電中性 這是一個Keyword的重點 電解值水溶液一定是電中性 電解值有酸鹼鹽 所以電解值水溶液可以乘酸性 可以乘中性 可以乘減性 但是鐵定一定是電中性 OK 再來就是問你說 為什麼會變成正離子 為什麼會變負離子 還記得為什麼 濕電子 對 得濕電子 怎樣是會變成正離子 濕電子 濕電子 濕電子的很好 濕電子的會變成正離子 得濕電子的會變成負離子 濕電子 這是一個重點 然後我們說一坨的原子 原子坨 一坨的 表現看起來像原子的 那我們就稱之為根 也就是油酸根 碳酸根 硝酸根 它也有帶電 帶電 濕一下 這是重點 為什麼會帶電 來各位來 這是個重點 然後 離子跟原子的性質不同的 我們每次都舉相同的離子 那原子會跟水劇烈作用 那離子不會跟水劇烈作用 濾氣是黃綠色的 然後有毒的 可是濾離子呢 沒有顏色也沒有毒 所以呢 譬如說 我告訴你 離子跟原子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它的性質也跟來源沒有關係 濾化它的濾離子跟濾化甲的濾離子 是一樣的 那麼這邊要講個觀念 叫做什麼叫做 強電解質 什麼叫做 弱電解質 強電解質 就是解離度大 100個丟下去 95個都拆成 在電離子 但離子 叫解離度大 叫強電解質 不列的就是 解離度小 我們在國中階段 我們教書的時候 我們考試考你的時候 我們都把強電解質 就是所謂 都當作是百分百解離 然後 但實際上高中 你不是這樣 那弱電解質 就不理它 不管它的解離狀況 那麼 強酸強檢就是強電解質 弱酸弱檢就是弱電解質 所以你要懂得 什麼叫強酸 什麼叫強檢 因為強酸強檢就是強電解質 弱酸弱檢就是弱電解質 我們只學一個弱酸叫醋酸 我們只學一個弱檢叫做鞍水 其他都是強酸跟強檢 他們都是所謂的強電解質 請你了解 什麼叫做強電解質 以上就是跟各位 簡單的說一下 什麼叫做電解質 電解質 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水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是離子 什麼之類的 需要你能夠做一個理解 把該記的事情記下來 就可以了